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和人物相关的重要概念有哪些呢 三个 人物形象 人物性格和人物的内心世界 关于人物形象 性格和内心世界三个概念的辨析 可以参见奇人意识单元的讲解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人物塑造的方法 一方面从小说的三大要素格局来看 情节和环境都可以帮助塑造人物形象 展现人物的性格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另一方面对比 描写和象征也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今天我们就来主要关注象征这个手法 现在我们来关注分析方法 这一次的学习重点是象征手法 我们首先要问自己一个小问题 作家是怎样通过象征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了呢 一方面象征手法它是可以区分为意象和环境两个大方面来考虑 常见的意象有什么 有事物 比如说动植物和人类所创造的这些东西 还有颜色和标志 而环境呢 它是不同于小说三要素当中的那个大环境 这里的环境是指一个小范围的环境设置 比如说在一个场景之下的环境 其他的作用是作为背景的烘托 其到正称或者反称的效果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篇小说《蜘蛛》 了解一下怎么来去分析象征手法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记住这篇文章当中啊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了一个来自乡下的打工者的经历 他呢为了在城市立足赚钱获得好生活 于是在建筑工地上不计后果的去挑战自我 那最后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吧 作品开篇呀 作者就借写我对于城市的观察 展现了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 他去描绘了城市的高楼秘林 和我的那种密集恐高症 这里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幻想 可是非常精妙的两笔 尤其是我的眩晕感 作者写道 眩晕又出现了 他像是一只大鸟 在空中张开翅膀 只等我靠近过来 便会猛地飞出灼我的眼 这就展现了这个恐高症啊 对于我那种非常凶猛的影响 在第二部分 作者写了我隐瞒恐高症的真相 一方面啊 我尝试克服恐惧 想挑战自己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 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想赚很多的钱 好 在这里面涉及到的手法是 行为和心理的描写 在行为描写当中啊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 对于自己的挑战 比如说 当包工头问 谁愿意去粉砂外墙是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而心理描写呢 则深刻地揭示了他那种胆怯和畏惧 想要去克服他们 而且实现成功的愿望 典型的就好像 看到他们腰间 系着粗壮的绳子 整个人悬在半空中 我紧张地呼吸不出来 心想 要是绳子突然断了怎么办 如果要上厕所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 对于一个人心态的描写 就深刻地展现出了 他此刻的那种感受 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害怕 很担心 很恐惧 接下来 作者写了 我在高空作业时的状态 因为恐惧而呕吐出汗 并且成为了 一个小女孩眼中的蜘蛛 在这边 作者通过这一个 动作和感官的描写 突出了我 对于黑暗和高度的 那种不适应 另外 翅膀的印象又一次出现 意味深长 另一个亮点 就是在于 那个迷路的小鸟的设置 作者写 我捉到它 又放到这个口袋里 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展现了 我对于小鸟的 那种不舍和同情 这只小鸟啊 就好像 这个我自己的倒影一般 让我们读了以后 感到很心痛 另外啊 作者还通过一个 小女孩的口 倒出了我现在的状况 就好像是一只蜘蛛一样 意象的出现和小说的标题 遥相呼应 相比于高大的楼宇和城市 这个我 它渺小而脆弱 文章的结尾啊 令人唏嘘不已 作者写了这个我的异画 一方面 滞留在高楼的一页 让它处于一种极端的恐惧 和无所适从的状态 另一方面 这一页又让它在爬出来之后 适应了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真的成为了一只蜘蛛 好 其中的环境描写 生动而现场感十足 我们可以看到绿笔画线的这些部分 烘托出了这个空旷 和寂静的夜晚氛围 这一页大鸟的翅膀 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更深刻地映衬出 它心中的那种恐惧 另一方面 动作的描写 也呈现了 我好像一只蜘蛛的动作和行为 在荒谬之中渗透了一种伤感 也增强了故事的那种 魔幻现实的色彩 读完了文章啊 你会感受到 一个人为了理想而打拼之时 所展现出的那种坚强和无畏 还有就是打工者 在城市生活的那种艰辛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去总结创作意图 作者写了一个来自乡下打工者 未来在城市里立足 赚钱获得好生活 而在工地上 不计后果地挑战自我 最终异化为蜘蛛的故事 这反映了一个人为了理想 而打拼之时 所展现出的坚强和无畏 更册写出打工者 在尝试生活之艰辛 下面我们来看写作了 开头剧可以提到人物塑造特色 和人物形象 那这边提醒同学们 可以去先点出意象 或者是环境的象征意义 另外 人物形象也要去提出来 以便之后展开分析 下面 再举例分析的部分呢 引入剧可以先提出分析对象和手法啦 而手法呢 又可以去讨论这个 比喻 比拟 衬托等等 效果的部分呢 可以去说一说 它对于人物塑造 或者是主题思想的表达 另外 总结句子呢 可以去重申上文的内容 或者是去提出另外一种 人物塑造特色 以便推广到下文 最后 也必须要去提出创作意图 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没错啦 就是情感和思想的意图 现在呀 我们来看一看开头剧 开头可以包括一到两句 不妨去用一句 和文学理论相关的话来引入 之后啊 也要去指出分析的对象 在这个写作的样本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文学理论的分析示范剧是这样的 小说作家常以一项为镜面 来映照人物的内心世界 你学会了吗 接下来呀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段的分析主体吧 第一个分析点 就是文章的核心意象 也就是蜘蛛 这里 首先要有一个引入句 提示分析要点 在这个小分论当中的第一部分 是开篇为意象出现埋下的伏笔 写作句式可以是这样子的 作品开篇如何如何了 令人联想到什么 意味什么什么埋下了伏笔 好的 接下来呀是关于意象的隐喻 也可以去说是象征的意义 分析的时候可以去提到一种讽刺的色彩 还有动词形容词的妙用 同学们可以参见绿笔和红笔花线的部分 找到相应的这一个分析和效果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重要意象的分析 大鸟 同样可以分析的是大鸟的象征和隐喻意义 在第一个引用中啊 我们把字当作分析的对象 示范剧就好像这样子写的 作者以暗喻描写了我 站在高楼上向下看时的幻象 眩晕像是一只大鸟 在空中张开翅膀 只等我靠近过来 便会猛的飞出灼我的眼 这一个猛字啊 传神细腻的刻画了我 对于高空作业的恐惧 而第二个的这个引用当中 分析与意象相关动作 效果的句子是这样子的 作者通过描写因恐惧而产生的幻象 即呕吐流汗的动作 深刻具体的刻画出 我在克服心理问题之时 所经历的痛苦折磨 展现出坚强的意志 同时大鸟这一只猪 正如恐惧之于我 可见恐高对于我的巨大威胁 以至于此情此景之下 心神不定摇摇欲坠 令读者不禁为之捏一把汗 心惊胆汗 那么分析完主题 我们来看一看总结句的写法 这里包含了两个要素 一是重申人物塑造特色 二是指出主题或创作意图 重申特色不仅要提到以上的分析点 还要去回答你在开头剧里埋下的小问题 也就是作者塑造了怎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好像我们红笔画下那些部分 最后关于这个创作意图 我们也要去很具体的讲出来 比如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独白 配合了什么什么意向的使用 生动的呈现了谁的内心世界 也觊遇了什么什么 好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句子 就可以去和主题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能够去满足我们的评价标准 好 现在进入我们的反思和练习环节 这张表格呀 是给同学们总结了一些人物段写作干货 可以直接取用 放在自己的分析评论当中 需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的段内有两到三个点 或者是你举了两到三个例子的话 不妨用这样子的句子提示考官 我要去切换了 比如此外什么什么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什么 同时怎样怎样 还有一方面另一方面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什么什么 这样子下会让你自己文章的组织 显得更加的清楚有逻辑 最后的最后 我们总结今天学习的重点吧 首先 清晰的框架势必不可少的啦 其次 分析意向可以讨论与之相关的手法 比如说描写 隐喻等等 最后呀 关于效果 可以去建构意向的象征意义 提到这个具体的意向 象征着怎样的抽象事物 那今天的课后 同学们的功课呢 是这一篇 作家董玉杰的作品 我想你们 这篇小小说里面啊 写了一个少年人 在大雨夜里 跑回了乡下的家 只为了见他爸妈的一面 读起来非常生动有趣 读好了之后啊 请同学们用今天学到的象征手法 来写人物分析段 提示一下 可以通过意向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里是今天用到的所有参考资料 同学们 下次见